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的下半场 这边的话也是手搬一个先知 因为日服这边确实可能是理解不同 我们这边的话 如果打雕刻家打邦邦这种的话 一般来说手搬机械 或者搬个祭司有可能 搬先知就不知道了 因为这个监管者 不熟没怎么见过 Nonino的话之前对吧 也算是观战过很多次 然后去年比赛也看过他打 也解说过他的比赛 所以说相对来讲还了解一点 这个选手就确实没见过 这边再掏出个机械 这套阵容非常不错 这套阵容修机很快 然后两个救人位 我觉得挺好的 看一下打破轮 破轮打这套阵容不好打 破轮打这套阵容 这套地图滚破轮 有可能就是什么 破轮一个正常的流程 打完挂飞一个以后 外面是三个人的三人开门战 特别容易 破轮打机械师的阵容 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抓人不慢 防守也没什么问题 正常二挂 前锋这边干扰 你也防住了 好 你把这个人挂飞了 外面机子修完了 三人开门战 你还没挽留的 我们看这把破轮 破轮张狂加底牌了 应该是 因为这边有狩猎本能 应该是一个底牌 也就是把破轮是没有 这边是找到了 机械师 那还可以 找到机械师都还挺香的 一夹 好 一刀 然后一滚一个悲观带走 这个节奏开得很糊 但是你们 好了 那潘大帅又要来给大家说道说道了 我开局怎么讲的 这个局抓人挺快的 防守防住了 然后三人开门战 甚至有可能打三跑 甚至有可能打三跑 这个是一个 我在观战 我在看比赛 解说比赛 无数场之后 数据库里面的一个信息 我提前泄露给大家 希望大家呢 相信我 相信我的分析 这边的话 要把这个娃打了 娃的话 这边看一下卡板子 卡板子 好 丢个甲 一刀把娃打了 那边无伤把人给捞了 还行吧 还行吧 这边反正你在防守端 也没有做到任何的 多余的伤害节奏 我觉得这边也能接受得了 这波机械师呢 是这样子的 机械师 扛是肯定扛不住了 扛是肯定扛不住了 他这边的话 就是下一波前锋会来救嘛 前锋来救以后呢 就看机械师这边能不能 用娃娃去扛住破轮的这个闪现刀了 因为这边呢 他的娃被打掉 所以穷者的机子 感觉不够了 感觉不够了 本来的话 娃在外面修 破轮这波追节奏确实追得好 追得好 因为你机械师这边被捞下来以后 位置锁定的嘛 其实走不了的 所以这里的话 其实这局前锋就很关键了 前锋需要去打出一些节奏点来啊 破轮这把节奏很快啊 这里还要来追杀守墓人 前锋这边拉一波球 赶紧过去救人 一个悲观交掉 然后这边丢夹子 机械子的机械师 娃娃扛刀 321 娃娃扛不住 那就刷新一下我的数据库嘛 破轮上来 对吧 非常快速的击倒 同时把娃给打了 这局只能说这破轮打得好 只能说破轮打得好 跟我的分析也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我分析的 我相信我们观众自己脑补一下 你看 如果说这个娃不被打掉 现在是不是等于说外面差不多四台机修掉了 那四台机修掉 外面的如果状态稍微补一补 三个人满状态 这把的话呢 这前锋也没有过来打架 其实破轮蛮怕前锋的 不过这个局主要破轮到二阶快 到二阶快 现在的话 不是你们不要觉得好像我 对不对 我分析的是有自己的道理的 我有我自己的数据库 我的数据库一定比你们的多 对不对 那我看的比赛 我每天观战 我都要观战多少把 对不对 我看的不晓得有多少多了 这种局放出机械师的 真的破轮不好打的 只不过就这个破轮 你看他这一局 马不停蹄 从头到尾有没有停过 对不对 我们看视频的同学 自己对吧 反复的拉扯 你拉这个进度条 你拉到任何一段的时候 他都是在追杀 从不停歇 一直在砍杀 那即便如此 对不对 他现在也没有说 就打到现在这个局面 就一定能赢嘛 就穷者这边还能再盘一盘 为什么 因为有前锋在 就是破轮的这边有一个点 就是他的底牌 他的技能一直没有交 但闪现到现在都没有交 这节奏也太顺了 比如他这把闪现交了 我觉得我还能写个剧本 写个穷者盘平的一个剧本 他闪现没交 那确实容错率有点高 要四嘛 要四 他有机会能打四抓 但是现在穷者还有最后一口气在 他这边闪现把这前锋给秒了 要闪现把这前锋给秒 前锋这边也在预判 闪现一刀 好的 前锋秒了以后 这边其实可以切插眼 然后这个前锋可以不挂 直接开滚 挂前锋反而会降 减速 降低自己的一个追击节奏的 这前锋其实没必要挂 我觉得这时候切插眼 对已经切插眼了 切插眼以后慢慢的来控场 这波挂前锋外面的话 祭司满血 守木人有一根铲子 主要还差了三台机 你就但凡差一台机 或者差一台半 一台多一点点的那种 我觉得还能打一打 这里三台机修修的修半天 一个悲观爆 二挂 祭司还能来捞一波 虽然两人开门战 有没有机会盘平 守木人是个白板 好像机会也不大 而且这边压住一台遗产机 这里的话插一个眼可以开滚了 看到外面的密码机 一台在跳动 一台点掉的话 这边去滚守木人 是一个稳赢板 滚一个守木人 是个稳赢板 他跟吗 跟的话就求稳一点 跟的话呢 这个局有可能四抓没有的 他去把这守木人给秒了 待会比守木人交自己 我觉得更稳 因为这边 哎呦 这 怎么打进地下室了呀 那四抓了 那四抓了 本来的话呢 我觉得穷者还有望去把密码机打亮 然后尝试跑一个 那这个地下室倒了的话 没机会了 这个故事啊 这一局的解说呢 给大家阐述了一条人生真理 叫什么呢 叫做事事不如人愿 我本来想的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精准的一波预判分析 然后呢 剧本按我所讲的走 然后对吧 大家大帅牛逼耶 分析的到位 结果呢 给大家演绎了叫什么 叫人这一生当中 不如意 十之八九 好吧 我们稍使休息 看后面的比赛